關節炎 只要關節炎有了就不能治好 只能保持有多久 不要再插下去 讓它們沒有那麼痛 其他有一些輔助的方法 不是用藥的方法 首先減磅 減磅很重要 因為動物越重 關節的負荷越大 所以減體重很重要 第二件事就是涼的方面 現在有幾種瘦衣儲方的涼 基本上去瘦衣才買到 那幾種涼都是保護關節 裡面加了很多不飽和脂肪酸 加了一些葡萄糖胺 當然葡萄糖胺也有加 加上一些青口素 有幾種材料幫助保護關節 還有一件事可以嘗試補充 有些青口素的補充 都有效的 除了以上吃東西的方法之外 你平常練習 即每天幫他走 例如走5至10分鐘 下街走 這些都是很有幫助的 最重要是不要一次過說 太多活動 可能一次過大概走2個小時 這些就要避免了 但平常練習是很好的 另外一些生命的做法有些什麼呢 例如物理治療、水療 這些都有幫助的 中國人就比較喜歡針灸 其實針灸 我們以狗仔來說 都看到有一個很好的成效 所以我也建議 如果狗仔有關節 也可以試試針灸你方面 都不差的 無情城Mocity 一站式寵物資訊平台 有齊全港各區獸醫診所 寵物店和美容店的名單 還可以找到養得寵物的樓盤 記得上無情城Mocity啦 在那邊